歐羅巴航空一隻飛鶏七月 他從西班牙的馬得利 要背去歐拉幾個首都 在白樓的時去遇到強烈的亂流 造成四十個生氣中心 生氣說當時發生亂流的時 他就向在飛鶏裡面穿來出去 有人沒學安全帶 整個時海去天堂 透過生氣提供的影像 可以看到他回去 他上面還有火 當時真的很恐怖 在歐羅巴航空UX控制我航班 造部亂流的生氣 在飛鶏的巴西東北部 那他去牛附近 在等轉這巴士 生氣說 突然沒有去的亂流 去趁的情形是真混亂 自家在三百一十個人的 報應七百七九 夢幻客機的航班 關本車尾西班牙馬德里 背後烏拉貴修多蒙特維多 中度造部強烈軟流 經濟生氣在那時候是要進行 天堂都跟附近 共産看得清清楚楚 他又讓他生氣回家 甚至出現 他又讓他回去的情形 那時浪在那頭是有夠大 這隻航班 則不亂流後改變行程 臨時撇崗巴西納塔爾 港路時已經有幾十台救護車 停在天氣北日 將四十位小聲的生氣 上去福建的便衣究竟 沒人知道他已經有十一人 落在便衣觀察當中 歐羅巴航空 為馬德里金比調牌 另外一隻航班 飛到八十來再生氣 繼續去福建地烏拉貴 早在五月份就連鎖 團出客機 做不然流以外出行 新航空 倫敦去北 波音七七七客機 接七十三回生氣 因為新中北救不回來 卡達航空 為剛才北京阿爾蘭 的波音七八七九客機 造成十一人受傷 飛航傳家說 氣候變成造成大氣氣流 競減不穩定 好的天氣出現率 但無法進出的 晴空軟流紀錄 為1979年到 一空一空年 平均增加17% 最煩氣後 趕緊北方安全度 正中上海感到相機 共識新聞中小分辨